在人忍成奸不尽则退的现代社会,退对于某些人来说就意味着落后,甚至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。 然而古人缘退一步海过天空,人一时风平浪静。 在《易经》中,就有一个鼓励人们适时退避的卦,顿卦。 那么退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? 一旦要退,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? 顿卦又包含了怎样的进退之道呢?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。 请继续关注《退隐山林》。 我们放眼看到大自然的现象。 有起必有落,有生就有降, 有始就有重,有得必有失。 你今天存了,不久就会亡。 这是个自然的一个循环, 不是人力所能够改变的。 可是,很多人他就要得,不要失,要起,不要落,要进,不要退。 这分明是自寻苦恼。 因此,我们一定要勇敢地面对这种自然的变化。 所以续挂状,他说,物不可以久居。 这句话就在提醒我们。 天地是很久的,所有人物都是短暂的。 你看树木,从开天匹地到现在就有树木。 而且几千年以后,可能还有树木。 但是,不是同一个树木跟天地可以共存,做不到。 你就算几百年,也可能被砍掉了。 因为你越古老,人家越想砍你。 为什么? 因为你是很难得的木材。 因此,我们要了解到,常常久久的是天地,而不是人世间的事物。 你看一个人,你能活多久? 一件事情,你能够兴旺多久? 我们说,钢筋属于你的房子,你又能撑几年。 物,它是随行而生灭。 所以不但是物不可以久居,而且物不可以久居其所。 所就是所在的地方。 故受之以顿,也就是顿挂。 顿挂是什么意思呢? 序挂状讲得很简单。 顿着,退也。 老子有云,功成,明岁,身退,天之道。 意思是说,一个人在功成明秋之后,就应退位让贤。 然而处在顿挂的形式下,似乎又另当别论。 此时的小人虽被君子所压制,但也存在着反弹的可能。 那么面对这样的局势,君子是不是还要退呢? 顿挂所强调的退,又有何生意呢? 其实你看这个顿挂,上面四个都是阳的,下面两个是阴的。 就算阴的是小人,那也不过两窑是小人。 你四窑还是君子? 你四窑君子压制不了两窑小人吗? 这个值得我们去想的。 我们看看,当山上面有天,天跟山连在一起的时候, 因为那个云雾已经照顾了山顶,山顶都看不见到。 我们觉得这个山好像很高大。 那天就感觉到,你们觉得山很高大,是不是? 那你试试看啊,天就退避了。 天一退避,大家就知道,啊,原来啊,这个山还是很矮的,还是天高。 这个意思是什么? 就是说你君子看到小人出现的时候, 你也要让他有机会,让他去表现表现。 他如果能够改邪归正,他如果能够走出一条正道, 那你就让他去走嘛。 为什么一定要你把持住呢? 你看皇帝一旦登基以后,他要做到死了。 他做到死,就是没有看到这个顿挂的原意。 他年纪大了以后,脑筋不清楚。 下面能搞鬼,他也不知道。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, 这个朝代已经被个複庸的老皇帝搞垮了。 这是世世代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的状况。 人要退休。 退休不是放弃。 要怎么样安排接班人, 这样才有办法生生不息。 那既然顿是退,你就叫退挂好了吗? 天山退,也未尝不可。 那为什么不用退,要用顿的? 就告诉你,你不是逃避, 你不是退烂, 你也不是致命清高说, 我的责任完成了,该你们去做。 不是,顿,它不是消极的避惑,绝对不是。 已经没有告诉任何人, 你有资格消极的避惑, 而是你要积极的叫做指剑, 什么叫指剑? 就是说,我大可以把你这个小人整个把你消灭掉, 那不可以, 因为那种会影响整个社会, 的风气说,原来小人会斗君子, 君子也在斗小人, 那斗来斗去,都是小人。 我想这一点才是我们真正要不断地去思考的, 去施力的事情。 余晖的进取跟消极的退烂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当君子退烂的时候, 他绝不可以说, 好,你们小人要二搞是不是, 我就拉你们去搞, 那你也是小人一个, 这样也变成小人了。 我跟你斗也是小人, 我退也是小人, 那我怎么办? 那很简单嘛, 我圆小人, 然后让你们去试试看, 如果你得到位置以后, 你会改邪归正, 我也无所谓。 因为我做一个君子, 就是说功臣不必在我嘛, 只要把这个治理好, 那谁来治理都一样。 好, 现在我保持适当的距离, 看你怎么弄, 你弄得好, 我就退, 乐得退, 你弄不好, 我就转过来, 我照样的有生机, 我进退欲如。 这个才叫做顿卦。 卦词, 它是怎么说的? 顿, 亨, 君子, 时当的时间, 退避, 对你是很通的。 那小力真是什么意思呢? 这个小啊, 在这个卦里面, 指的是两个窑, 一个叫出六, 一个叫六, 二, 那就是小人。 这么说, 你小人啊, 你得到这个机会, 人家君子让给你, 让你有一位舞台, 你要正正地去表演, 那你就是逆取顺双。 所以小人也要守正, 才叫做小地真。 君子曾说, 君子咸而能容疲, 知而能容余, 博而能容浅, 脆而能容杂。 正是因为有着大度能容天下式的气度, 曹操才会一把火, 烧了将士的中心表, 饶恕过错。 李世民才会重用太子旧臣未争, 不计前显。 然而宽容虽然值得提倡, 但也要有一定的原则。 那么这个原则究竟是什么呢? 顿挂的顿词又会给我们怎样的忠告呢? 断词,他说顿恨,顿而恨也。 这很有意思。 就是因为你顿了,他才会昏。 你如果不顿, 那大家降在那里, 那有得看了, 那怎么会昏? 你顿的是干什么? 去前修,你去前修。 以待来日, 各位, 你要想象一件事情。 当然一件事情很好很好的时候, 它怎么会变坏呢? 谁的责任? 我问你谁的责任? 我们看中国的历史, 治的好的时代不多, 乱七八糟的时代很长。 然后我们就开始怪小人了, 都是你们这些小人, 把君子逼走了, 所以才会乱。 小人当到君子受害。 这是一般人一直到现在都有这种看法。 这是不了解义经的。 我们希望各位了解, 朝代的衰亡, 君子要负很大很大很大的责任。 因为你纵容小人嘛, 你给他机会嘛, 让他可以为非作歹嘛, 那你还怪谁? 所以你发现这个事情以后, 你要懂得如何地去顿, 如何去调整你自己, 你才会很同。 刚单位而应, 是指九五。 你看九五看到这种状况, 他要发挥他那种单位, 而且正道的精神, 他来跟六二相应。 你刚才能不要吗? 六二明明是小人啊, 你要跟他相应。 因为你今天会出现, 也是我九五有一部分责任。 所以我还是要跟你合理的互动。 我既不能帮你当朋友, 一当朋友就同如何物, 我也不跟你帮敌人, 一当敌人, 那我会变小人。 一时行也, 就是你要顺应这个时事, 来自我调整。 小力真, 我们要让那些小人, 也自己去反省。 所以你看人家君子, 毕竟是君子, 那他自己也调整, 那大家就走上一条, 可以共存的路。 金而展业。 那个金就是渐渐的。 就是说, 你不要看这个银啊, 很小, 只有初窑跟二窑。 可是当六二渐渐地增长的时候, 九三窑开始变成六三窑的话, 顿挂就不见了, 就变成皮挂了。 这个改变是很严重的。 所以君子要退, 也要有退的方法。 而不是说, 说退就走啊, 通通那不可以, 那不是这样的。 顿知识亦, 大亦哉。 这个顿挂, 在跟识的配合, 它是很要紧的。 该退才能退, 不该退不能退。 这叫做识仪, 配合那个识事的需要。 从古至今, 中古人一直很看重识, 正所谓识一识意, 事事随时而改变。 无论做任何事, 都要抓准时机, 这也正是动挂团子所要强调的。 那么除此之外, 动挂天上山下的挂像, 又会给我们以怎样的启示呢? 我们做一个人, 往往不知道什么是真的, 什么是假的。 你看, 我们总认为钱财是真的, 我们总认为名位是真的, 我们总认为权利是真的。 一定要等到人最后一口气, 要死了。 你在怀疼大会说, 原来是空的。 你有多少钱, 你带不了一毛钱。 你有什么权利, 到时候什么都空的。 那个时候才知道, 是不是很枉。 其实还有种能更枉。 叫做到时他都没有这种感觉, 也有。 那叫做, 只死不悟。 可见人要悟到什么是真的, 什么是假的, 什么是实的, 什么是空的, 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所以大象用这样的方式来启发我们。 天下有山, 天下有山, 他是站在天的立场来讲的。 我四个君子要对付两个小人, 而且我是居高临下, 我绝对有那个力量把他压制下去, 可是我现在不要, 我要退币。 为什么? 因为你看得懂人就知道, 他下梗是两个阴一个阳, 很显然那个阳, 势力已经不如阴, 已经不如阴, 当大权旁落, 掌握在小人手上的时候, 你君子你要小心, 你说不定真的斗不过他, 那你不如怎么样? 君子缘小人, 下面那四个字很重要, 不恶而言。 不恶就是说, 我既然要缘, 我就不可以连脸色都表现出来, 我讨厌你, 那都不可以。 你看这个君子的修养有多难, 你连讨厌小人, 你都不可以。 为什么? 你那样一来, 使他有名正言顺, 可以正面攻击你。 不能饥饿如丑, 要不然君子跟小人是没有两样的。 那个言就是什么? 很庄重。 君子自重, 这个时候很清楚了。 就是说我对你, 我是远远的,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, 凭良心, 想想看, 你怎么样适可而止, 只要小人适可而止, 他就变君子了, 他就变君子了, 那你就发挥了你的影响力, 那你把舞台让给他, 其实也无所谓。 所以我们读了这个顿卦, 我们才能够很清楚地了解, 孔子为什么要君子原小人也, 他的用意在哪里。 在顿卦中, 君子之所以退位是因为形式的需要, 同样一个企业, 也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, 对企业原有的体制, 运行模式等进行适当的调整, 将其转变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模式, 这就是所谓的转型。 企业要转型, 家庭个人同样面临着转型的考验, 那么面对不同的转型, 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? 你看任何企业不转型, 你到时候问题一大堆, 任何家庭不转型, 那也是不得了的。 当两个人结婚以后, 你就要想到, 为什么横挂后面是顿挂呢? 就是当日子太好过的时候, 最后就逼着你, 要么就是退难, 要么就是转进, 那最后的办法, 就是赶快转型, 就这么简单。 小孩小的时候, 你要怎么样? 你要陪他看电影, 告诉他, 这里面好人有时候很坏, 坏人有时候也很好, 并不是说好人一定好, 坏人一定坏, 你没有做这个工作, 他就认为这个人是好人, 那个人是坏人, 那是你造成他将来, 一天到晚就是跟你对错对错, 那是你自己所造成的。 小孩到了差不多大了, 你要他每次看电影回来, 就跟你讲, 你到底看了什么电影, 你的感觉怎么样? 然后你告诉他, 这里面有些事情, 也不完全是像你那样的。 你要培养他会看电影, 连电影都要培养你说其他事情, 一段时间就要问他, 你有什么变化? 这个转型是要逐渐逐渐一步来的, 不能突变, 那突变变革命, 变革挂了, 那还得了。 我曾经告诉一些十几岁的小孩子, 特别是小女孩子, 我说你今年生日的时候, 你就写一封信给你自己, 写给我自己干什么? 我说没关系, 你就写啦, 你就信封拿出来, 写十三岁的我, 就写给你自己, 然后你想到什么就写, 你说当我十三岁的时候,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, 我什么什么, 我说你写到什么就写, 没关系啦, 然后你把它存起来, 等到你十三岁生日的时候, 你把它打开来看看, 你一定有很多感悟, 怎么我一年前跟现在想法差那么多, 这里头有哪些是对的, 哪些是不对的, 我要怎么去调整, 然后你再拿信封出来, 给十四岁的我, 你就自然就慢慢转型了, 大人自己也要想, 我要怎么转型, 任何事情千万记住, 没有说一路通到底的, 没有, 你看牵底下有一条路, 可以全世界通到底的, 没有, 你走走走到海边, 你就没有了, 那就叫什么天尽头, 你走走碰到高山, 如果还没有开隧道的时候, 你也一丑莫达,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, 说路是人走出来的, 他不是说老天给你安排的, 那你要怎么办, 你就要事先去想, 我三年之后, 我会怎么样, 所以我常常劝很多总经理, 我说你要问你自己, 我这家公司五年之后吃什么, 而不是明年吃什么, 我们现在很多人就看到明年吃什么, 开车, 开到碰到死相的时候, 你连要转弯都很难, 你应该老早就知道, 这次是死相, 我不要进去, 而此度不同, 我不要走, 方向错了, 急早掉头, 那个都是天山顿, 人没有办法, 是全是美, 没办法, 任何一个组织, 它总有松动的时候, 它总有变动, 你看连山, 它都会变动, 一变动, 你在那召集, 那经常都是来不及的, 所以就造成很多灾难, 我们如果事先知道说, 这个山, 这一部分, 它是石头, 应该发生问题比较小, 这一部分, 它是土质比较松的, 我们就要及早把它做好, 防坡堤, 就可以减少很多突发的灾难, 这也是顿挂, 给我们的启发, 我们要站在不同的层次, 来了解, 怎么顿, 才会顿得合理, 才会顿得没有后遗症, 那这就必须要, 一摇一摇地来分析, 所以我们如果整个从挂行, 从摇记的关系, 然后来配合, 我们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, 我们会很容易看到, 随时都有顿挂存在, 一个人一定要勇敢地面对顿, 因为随时都有各种变数, 我就做好调整, 慢慢调, 调调调调调, 那就叫什么, 就叫顿,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全身而退, 我们在位的时候好好的表现, 该退的时候全身而退, 谢谢大家, 谢谢大家。